大家好,我是Panis,欢迎收看本期大陆关战,关战一把车神的小丑,这把的话遇到的阵容,哎呀,有点好看啊,有着发型,头发好像有点高啊,玩具,拥兵,园丁,舞女,那有很多套路好打啊,这把的话看一下带不带多摇吧, 呃,这边是个飞轮,园丁的话,待会拆这里有三摇,懂了,那有三摇的话,这把真的很好看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丑如何来防这边的园丁拆迁啊,因为现在新赛季是有那个四黑的,所以说如果知道这种是四黑的话,我觉得非常有看点, 上来抓园丁,第一剧已经打上飞轮的话,这边CD是早于这个闪现的,所以说呢,这边闪现如果被飞轮躲掉,我觉得园丁,这个舞女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啊,这边舞女是先把自己的巴音这下好,你反正过来找我,我就跟你慢慢号,玩具上的话一个跳板直接走,小丑这边也是没有急于的去找这个半血的舞女, 我觉得可能是这波就等自己的闪现CD,跑了以后呢,我再过来找你,还是说要抓,抓这边的玩具吗,半血,舞女真不抓,觉得这边有一个飞轮不好搞,呃,这边闪现是已经交掉了,园丁的话,待会这边肯定是动起来的, 因为我们已知玩具山手里面捏着一个三摇天赋,第一波救完人以后,这边园丁已经动起来了,甚至他已经把,不过这魔术棒好像没什么用吧,这魔术棒还是自己用的,应该是自己用的,来了来了,拆了拆了拆迁了拆迁了,园丁他走来了,呃,傭兵这波第一波救还是园丁第一波救,园丁手里面没有博命的,他应该不太会第一波救吧,他救了这个好像也不太好打呀,先拆,好,这边先拆, 傭兵的话,这里是救完人再过去,那就是救一波,压满救,也不是不行吧,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,赌一波的打法,傭兵救完人以后这边就开始拆,嗯,好像行也行,行也行,也不是说不行,反正我就这一波拆嘛,就看小手这边怎么打,我觉得小手这时候过半其实可以顶出去打击园丁了,为什么呢,这个园丁你需要去处, 处理掉,要不然待会儿这个满血园丁,我说实话挺难搞的,这拆一波椅子,但没有博命啊,这个强起盾,起盾,救下来,没博命,有博命会好一点吧,没博命,这个救人,说实话对,处理园丁,漂亮,这把我觉得穷者并没有打出, 比如他们这个阵容,比如说该打的一些东西啊,就用命来救人,说实话这边的拆迁就很难拆了,因为你不给这个博命,让玩具上拉点,打不了吧,我感觉,说实话我感觉打不了,这边园丁倒地了以后呢,玩具上倒的这个位置,椅子的话我可以挂墓地,也就是说这边其实园丁,他布置了很久的一个战术,没有能达成的, 原因在于傭兵没来救人,那应该不是一个四黑吧,如果是四黑的话,我觉得应该不会这样子,这边的话要不要选择去挂着园丁,园丁这边是被摸起来了,还是自己的,园丁是交自己的吧,摸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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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,我在想怎么好像起来有点快啊, 嗯,局上来讲,我觉得这边,机子呢差了不多,你说三轮天门战我觉得还有机会,但是这个局穷者,其实蛮可惜的吧,我本来还蛮期待的,对吧,我以为是个四黑,然后打一个拆迁流,那从结果上来看,应该不是一个四黑,要不然的话,用兵肯定过来救人的,就他们决定要打的话,用兵肯定是过来救人的,垃圾过来有飞轮,骗你飞轮,骗飞轮,骗飞轮 这个话,再补一波推进先,直接切传送,好,传送落地,这边的话,机子差一丝丝,园丁这边起盾,等你盾结束呢,园丁应该是把门机详细点掉了,等你盾结束,然后这边一锯子带走,呃,拥兵这边的机子已经好了,那这波的话,说实话,小手机是也蛮伤的,就是他传送交调,他开门战没有技能,这边园丁手里还有个护壁, 一个护壁,跳交互点,好的,卡住这边的板子了,可以了,那局势上来讲的话,应该是一个平局,应该是一个平局,园丁续盾跳地窖嘛,那边的话能开门,园丁这边续个盾有机会地窖就在这边,我觉得园丁冲的稍微急了一点点,他等一等的话,续出这个盾应该是九成九的一个地窖,改变吧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